课本的那一张图框 你都有 你看不清楚就翻课本里面 它详细的大小 好 我一定要用这一张好了 这是不正确的示范 但是你记得这是日期加你的学号做党名 我一开始来 从这边开始画 Erase all 刚已经教过了 对不对 这样一个新的 或者你要开一个新的档案 这个不要 我开一个新的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开一个新的 这上次教过你们了 全部开新的档案 acadiso.dwt 点下去 开启 好 就这一个 刚刚这个就不要管它了 这刚刚有五星型吗 好不好 不要存了 因为我刚删掉再存就不见了 好 那这一个的话 我这样做哦 一开始的时候 我先画直线 L 0 对不对 第二点 注意哦 我这是42哦 对不对 第二点在哪里呢 小老鼠 42 0 x 42 y 等于0 看不到 对不对 教各位 room 来 下一点没有 对不对 他现在变红色哦 他说这个指令你不能接受 他问你下一点的时候 请同学这时候 先按了 escape 对不对 不见了嘛 room 1 正确来讲 我是应该要从刚刚那一点继续接嘛 这时候我用滚轮鼠再滚哦 我查一下他的ID 这一定是00 我再查一下他的ID 42.0 ok了嘛 所以我继续可以往下画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看得到你在画什么 不然真的不知道你在背而已 来 下一点从这边开始 L 注意 从这边往上的时候 各位注意哈 这高度是29.7 Y有没有变化 Y没有变化 所以你要一个小老鼠 29.7 0.0 sorry 他跑掉了 好 我现在改用极坐标方式 再一次哈 小老鼠 29.7 几度呢 什么叫度 各位还记得单位设定的时候 从水平角转过来几度 会到这个位置 90度 所以你要打一个小于90 就完成了 好 这是极坐标做吧 那这条线 我还是用极坐标做好了 好 这条线过来是42 角度几度 从这个角度 从这边0度 90 180 所以呢 再打一次哦 这你要先做好 小老鼠 每一个过程 你都不要Lost 42 小于180 我建议同学用极坐标 点坐标的时候 你搞不清楚 极坐标 从这个点开始 往后 小老鼠就是以这一点坐标 为圆点 180度 Enter 在这里 这边 刚刚已经教过你一个词 你叫做C Close 哦 sorry 我从那边开始 按U 对不起 按U 哇 整个又不见了 好吧 那这样的话再Redo 就是说 再做一次 没有 好吧 他希望我多示范一次 来 那我就再示范一次吧 L 这边是 注意看哦 小老鼠 29.7 小于90度 应该不能讲小于 就是角度90度 再来呢 42 小老鼠 42 小于180 再来 我刚从那起始不能按C哦 C回到第一点哦 再来我再下一点0 0.0就好了 没有抓到哦 没有抓到哦 来 再一次哦 对不起 这一点的话 刚是00开始 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样选啊 就选上了 用锁点方式 他就选上了 对不对 那你不要的话 按一个U哦 U 再来呢 0 逗点 0 你看他怎么跑 他跑不到 他找不到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 小老鼠 这个距离是29.7 几度 0 90 180 270 好吗 270 Enter 就完成 这个 这个很辛苦哦 刚开始建立很辛苦哦 好 再做完哦 那再看这个 从这边过来 对不起 我不晓得多少 好 1.5 这是我们特别定的1.5 1.5 1.25 1.25 1.25 那1.5的时候 我要去介绍第二个指令 叫做offset offset的就是说 从这边过来1.25 从上面过来1.25 所以offset 好 在这边 offset 这边过来1.5 先给他1.5个单位 就是公分 1.5 所以点了这一点 往右再点一次 这个呢 既然已经选好1.5了 点这个点 这条线 往左边移动 1.5 按下 Enter 好 这个是1.25 再按一次Enter 执行刚刚的offset指令 offset是画平行线 这条线 输入距离给他 这边是1.25 这边是1.25 所以我输入1.25 这个点这个点 往下 按下Enter 完成 好 好 那这些线怎么减它 这边也要注意听 我们加一个线叫trim trim 这时候全选 哦 好 这个时候全选了干嘛呢 注意全选 就不要把它开始 记得 这条线我们要的 它出现叉叉 你不要把它按 这条线就不见了 是不是这条线要叉掉 是不是这条线要叉掉 好 点完两个了 这边也一样 是不是这个要叉掉 是不是这个要叉掉 把它点掉 这一样 这个不要嘛 叉掉 好 所以 这一个 就完成了 好不好 后续这个比较 也不是很难 好啦 再画一个 我把它做这个Ending 这图框还没有完 这个图框已经完成了 这图框 我们来做一下标题栏 从这边上来两公分 Offset 两公分 往上 Enter 好 暂且先这样 好不好 先这样就好 下礼拜我来教这些字 跟这一些怎么样画 这边记住就更难了 好不好 各位书本都有 OK 好 好 那这个图框 大致 图纸跟图框 先这样完成 好 OK 好 那 各位